爸爸 两个家伙 小朋友要乖啊 章鱼歌中了大奖带着两个儿子去度假 机场的工作人员帮他们拍摄了全家福 一家三口温馨地坐在一起 只是两人换位置的时候把老张绑了起来 李七宝的飞机垂直飞上天空 12小时后只有老张没有睡觉 苏醒的派总把舱门当成了卫生间 让乘务员以后再也不用上班 派大星又一次打开了舱门 把另一位乘务员也送上西天 老张想让乘务员过来帮自己解开安全带 万万没想到来的乘务员是派女士 派大星拿来咖啡直接倒进老张的嘴里 小海绵看到派总的帽子也想要一个 于是派总现场为小海绵做了一顶帽子 两个老六就这样成了飞机上的乘务员 摔倒的老张终于获得了自由 两个老六驾驶餐车又把老张困在里面 老张找到机长抗议 为什么让两个呆子代搬乘务员 机长此时也疑惑乘务员去哪了 无辜的派总掩饰自己只是打开卫生间的门 两位机长一起掉下了飞机 老张看着空空的驾驶室 才意识到没人开飞机了 没办法老张只好出手就场 随便按下一个按钮 飞机垂直向下加快了速度 前方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两个老六为章鱼哥打起加油 老张再次胡按一通 居然成功把飞机降落在小岛上面 老张打扮一番准备好好的享受度假 没想到飞机突然启动 原来是两个老六按下自动驾驶 让飞机返航比起薄 海绵宝宝和派大星的友情有多好 为了24小时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海绵宝宝分化出迷你海绵 派大星分化出迷你海星 代替自己陪伴彼此回家 海绵宝宝带着迷你海星一起系列 派大星则让迷你海绵帮自己刷牙 海绵宝宝为迷你海星制作迷你蟹包 派大星则是独自吃光所有的食物 海绵宝宝担心迷你海星乱跑 把他关在鱼缸里面 迷你海绵这边就惨了 饿着肚子还少了一条胳膊 派大星给他装了一只玩具手臂 迷你海星拖着麒麟币来到凤梨屋 利用玩具手臂救出迷你海星 看着彼此凄惨的模样决定展开抱负 将睡着的海绵宝宝和派大星绑了起来 拿出老虎钱和冲鸡钻 用老虎钱拔掉海绵宝宝的鼻毛 使用冲鸡钻给派大星整个鼻孔 再倒入整瓶的胡椒粉扎进嘴巴 迷你海星全力敲打海绵宝宝的脚底 迷你海棉剃光派大星的眉毛 给海绵宝宝涂上粉红色的唇膏 用力全击派大星的眼睛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还没吃东西的迷你海棉肚子咕咕叫 饥饿的迷你海棉决定去厨房整点室了 迷你海星则想要去看电视 于是二人分头行动 迷你海棉放上硕大的坚固 再打入一颗恐龙弹 迷你海星搬来遥控器准备看电视 但是正常人的世界对于它们实在太大 看到这里海棉宝宝突然有了好办法 使用凤梨给迷你海棉整了个凤梨屋 派大星拿起石头一丢成了石头屋 两只迷你过上了自己的迷你生活 抠门的谢老板为了省钱 每天只允许使用一个垃圾袋 于是 相关人员惩罚谢老板清理 笔弃堡所有的垃圾 狡猾的谢老板把这个惩罚 摊派给章鱼哥和小海棉 可是我心不甘情不厌 谁理你啊 二人一路火花带闪电清理路边的垃圾 顺带撞毁沿路的所有船只 乐天派的小海棉自然是乐在其中 而章鱼哥却惨了 因为倒霉的总是他 一只会说话的娃娃吓得章鱼哥四处逃跑 小海棉却觉得清理垃圾非常的好 经过二人的努力比起宝焕然一新 清理最后一家垃圾时 却发生了事故 派大星不许他们拿走自己的垃圾 众所周知派大星任何东西都吃 垃圾也是派大星的主要食物资源 于是双方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垃圾大战 愤怒的章鱼哥是要抢到派大星的垃圾 结束这一切 于是双方大战变成了三方乱战 清理干净的比起宝又变得垃圾满天飞 就在战斗激烈的不可开交时 相关人员再次出动惩罚他们继续清理垃圾